嘗嘗花蓮的特產點心 可是買個特產 為什麼還要通過署長這一關呢 你好 你好 我是署長 署長 環保署還是什麼署啊 我不是環保署警政署 我是花蓮署長 花蓮署長 主都好 對 因為花蓮的番署都是我在管 哦 原來是番署的署 我以為哪有什麼署長咧 對 我就是花蓮署長 是 署長好 那可以幫我們稍微介紹一下 你們的那個番署嗎 好 我來介紹一下 我們花蓮最古早的名產 花蓮署 好 其實我們這個花蓮署的由來 它是台灣最古早的名產 是 因為它最早是原住民的乾糧 當時原住民它就是一個點心 它為了方便 所以很簡單 你用手捏一團 捏一團 好像太大團了 那大概怎麼樣捏 一般是用手心的那個厚度 譬如說你這樣抓一把 好 抓一把 手心裡面的那個量大約就是 40到45公克 你這個感覺很不錯 你試試看 但是我跟你說 你看哦 比一下就知道 有大一點 先看看它是幾公克 43 各位觀眾朋友 你猜它多少 我猜它50 59 好 待會把這些做好的我們送進烤箱 哇 熱騰騰的花蓮鼠出爐囉 荷蘭新手做的花蓮鼠到底滋味會是如何呢 這是有機的哦 好香哦 外面酥酥的 然後裡面綿綿軟軟的 對 它這個番薯非常的綿密 花蓮的番薯真的很棒 所以才會叫做花蓮鼠 這熱騰騰的花蓮鼠太好吃了吧 哎 接下來還有更厲害更好吃的蚵仔含雞哦 只是蚵仔含雞 嘿嘿 到底是什麼呢 前幾年台灣一直在炒 你是蚵仔 我是含雞啊 大家分來分去 最後我想說 哎 我店裡有賣番薯 也有賣芋頭 有蚵仔含雞我就把它加在一起了 哦 蚵仔含雞這雙重的美味已經夠好吃了 不過署長竟然說 還有威力加強版的蚵仔含雞耶 我的天啊 趕緊看下去呗 那它用純手工包起來 那你可以吃到綿密的番薯 跟QQ的麻糬 哦 就是番薯包麻糬 因為那個剛剛只是綿密 這還有嚼勁的口感 然後QQ的在裡面 嗯 這個啊 這我自己就要帶很多回家了 這花蓮鼠的美味 可是整個把可蘭的心意給佔據咯 想不到普通的番薯 竟然可以做出這麼頂級的點心呢 這花蓮鼠的心意給佔了